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25号在立法会发表新一份实证报告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 这是一份成前起后守正创新的实证蓝图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认为 新一份的实证报告内容详尽 相信会受到市民的欢迎 香港最大的政团民间联就认为 报告推动香港开创油质吉星的新局面 以拼经济谋发展会名升天幸福为主题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第二份实证报告 周三出炉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 这是一份成前起后守正创新的实证蓝图 充分展示本届政府以做实施为原则 以结果为目标的决心和承担 这份实证报告是务实和前瞻并重 在多个范畴制定出一系列的短中长期的政策措施 为了保持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 促进香港参与国家高质量发展 打下更稳固的基础 增添更强大的动力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 特区政府会小心平衡保持财政文件 插到融资 落实实证报告提到的各项措施 而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兼新民党主席 叶刘淑仪就认为 新一份实证报告非常详尽 相信会受到市民欢迎 曾在2003年任保安局局长期间 主则23条立法工作的叶刘淑仪 并对李家超提到 将于明年内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感到高兴 香港最大的政治团体民间联欢迎及支持 表示将权力配合及落实相关政策 推动香港开创油质即兴的新局面 报告是提出了全面和务实的政策措施 对于加强和维护国家安全 提高治理水平 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是有积极推动的作用 而香港最大的劳工团体 工联会就认为 新一份实证报告广泛接纳社会各界意见 更加聚焦经济名声 尤其在房屋供应 跨境医疗等方面 提出很多值得肯定和令人期待的措施 认为是一份未明生暖明星的市政报告 凤凰卫视 金小飞 香港报道